同学们好 我是内疆师范学院冯灵芝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综合 你喜欢跑步还是打篮球 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题目 你喜欢跑步还是打篮球 首先来学习词汇 请大家跟我读运动 运动 你知道哪些运动项目呢? 我们学校举行了运动会 运动 跟我读运动 运动 运动 跑步 跑步 什么是跑步呢? 也是一项运动 跑步 我喜欢下午去跑步 你喜欢到室外跑步吗? 跑步 跟我读跑步 跑步 跑步 Jake 轻子 ario 去 小 heroes 106 finishes 空 排球 排球 他排球打得很好 他排球打得很好 排球 跟我读 排球 排球 棒球 棒球 这是棒球 棒球 你会打棒球吗 我不会打棒球 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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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打网球吗 我网球打得不错 他网球打得很好 好 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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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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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乒乓球 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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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 游泳 我喜欢到游泳馆游泳 他喜欢到海里游泳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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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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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跳绳吗 我喜欢跳绳 跳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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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们这篇课文将要学到的关于运动的词语 请大家再一起来复习一下 注意他的读音和汉字的写法 大家可以尝试用这些词语来造句 用它来说音到两个句子 比如说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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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喜欢运动 散步是一项运动 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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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球 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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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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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游泳,游泳,跳绳,跳绳 请问大家学会了吗? 我们来做一做练习 说一说这些图片的名称 第一幅图片,这是什么呢? 这是足球 足球 这是足球 第二幅图,这是什么呢? 这是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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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幅图片,请问这是什么? 这是羽毛球 羽毛球 这是羽毛球 你学会了吗? 这是什么呢? 这是乒乓球 这是乒乓球 这是什么呢? 这是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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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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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住了吗? 这是乒乓球 这种乒乓球 这种乒乓球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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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会了吗? 你还知道哪些运动项目呢? 你还知道哪些运动项目呢? 可以用汉语说一说 刚刚我们学到了很多球类的词语 但是如果给它加上动词的话 可能会不一样 搭配不一样 有的会用到打 有的要用到踢 那么我们发现打和踢 它的偏旁不手不一样 打是一个提手旁 踢是一个足字旁 那么说明这两个动作 可能跟手有关系 也可能和脚有关系 第一个图片 游泳 游泳现在在做什么? 她是篮球这项运动 我们刚刚学到了 这是篮球 篮球这项运动 要用到手上的动作 主要用手去接触球 所以她在打篮球 我们要用到的动词就是打 打篮球 打篮球 请大家跟我一起读 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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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做什么呢? 排球这项运动要用到手 手上的动作 所以是他们在打排球 跟我读打篮球 打排球 这是在进行一场棒球的比赛 棒球要用到哪个动词呢? 观察一下 观察一下她的动作 打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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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的网球运动员 李娜 她现在在做什么呢? 她在打网球 打网球 大家在记的时候可以借助手上的动作 我们要进行网球的比赛 怎么样? 打 用手 打网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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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男生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 他在 请大家一起做动作 Dank 他在 打网球 打网球 他在 打网球 跟我读 打打网球 打 羽毛球 打 羽毛球 羽毛球 打 羽毛球 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 打乒乓球 他在 打乒乓球 跟我读 打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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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朋友 他在 做什么呢? 这是什么球? 这是 足球 足球 要用到手呢? 还是用到脚呢? 是脚上的动作 我们说 踢足球 踢足球 请大家一起说 踢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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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动词的搭配 你学会了吗? 请大家一起练一练 选择 打或者踢 来做动词 第一个句子 我喜欢 打乒乓球 跟我读 我喜欢 打乒乓球 我喜欢 打乒乓球 第二个句子 我给大家读一读 他喜欢 他喜欢 乒乓球 他喜欢 乒乓球 大家觉得 这里应该 选哪一个动词呢? 乒乓球 他喜欢 打乒乓球 你做对了吗? 他喜欢 打乒乓球 他排球 的很好 他排球 用哪一个动词呢? 他排球 打得很好 你做对了吗? 他排球 打得很好 下一个 他和几个同学 足球 去了 这里说的 球类的名词是 足球 那么我们要用 哪一个动词呢? 他和几个同学 踢足球 去了 他和几个同学 踢足球 去了 你喜欢 冰球吗? 冰球 有同学知道 这项运动吗? 这是一个冬季的运动项目 在冰上 来打球 看一看这个图片 它是用到 哪里 等去接触球 手上 看到没有用 主要靠手的动作 所以这个动词是 你喜欢 打 冰球吗? 你喜欢 打 冰球吗? 请问大家 做对了吗? 我们来一起读一读这几个句子 我喜欢打羽毛球 跟我读 我喜欢打羽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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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喜欢打乒乓球 跟我读 他喜欢打乒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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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乓球 打得很好 他排球打得很好 他和几个同学 踢足球去了 他和几个同学 他和几个同学 踢足球去了 这个句子有一点长 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 他和几个同学 跟我读 他和几个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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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足球去了 踢足球去了 连起来 他和几个同学 踢足球去了 他和几个同学 他和几个同学 踢足球去了 你喜欢打冰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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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学会了打和踢的用法了吗 可以自己再读一读 如果还不太熟悉的话 不太熟悉打和踢的用法的话 请读一读这些句子 请读一读 终于稷哥 梁相 kansk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